茶花琴香东方美学生活展亮相韩国 来自两岸的茶艺师齐聚首尔 一个编中造型的茶具 引发了众人的兴趣 当天 来自福建的九一派 古琴第五代传承人 培育现场弹响流水 萧萧水云 多位来自台湾的茶艺师 带领韩国民众品香民观茶道 据展览策展人 来自台湾的前向为介绍 展览特意选择了 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器具 造型曲子书画 漆器 园林艺术等 像我们现在前面这一套 它这三样东西 看起来都是传统的 中国这个花瓶的造型 可是它其实亦含了不同的功能 像这个美瓶虽然很大 它是花瓶 像这个 它其实是一个单人用的茶具 也就是茶的文人国客 就是喝茶画画这样子 像这个葫芦造型 它非常特别 那这个葫芦 其实它就是一个项目 前向为介绍 此次展览还专门设计了 为个人打造的旅行茶器等 希望传递一种理念 无论你在哪里 都能享受传统的东方美学 据悉 此次展览也是首尔中国文化中心 打造的思路文化乐系列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 至今 思路文化乐与举办展演 讲座 体验 影视等多种活动 内容涵盖陶瓷 书法 茶道 旅游交流 中外摄影等 初一次来自中国海峡两岸的艺术家 携手在首尔 共同展示中国的文化艺术 在东韩两国这千百年来 交往的历史长河中 茶花旗相所代表的神秘精神 最能代表东方人民 相互交流 相互影响 心理沟通 也正是这样的交流 让中韩两国人民 找到更多文化和精神 相似与相通 这也正是对一带一路 倡议民心 相通的极其响应 请不吝点赞订阅